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活动进行到第五届 这次是以为爱募集年菜为活动主轴 5000份的年菜每一份是1000块钱 希望可以为6家社福机构带来一个温暖冬天 而第十天盲人环台公益路跑活动 是从关山火车站出发 终点设置在玉里家福中心 一路要跑进家福中心 获得家福人员夹到欢迎 也准备热腾腾的姜茶炒米粉包子 还有运动饮料 为跑者暖心暖胃 而其中领跑的四丈跑友吴奇哲 他是花连人 他说可以为家乡尽心力 他觉得很开心 一行人一早就从台东的关山出发 北上继续跑 家福中心派出多名的社工陪跑 一路跑进了家福中心 获得家福人员夹到欢迎 更准备了热腾腾的姜茶炒米粉包子 以及运动饮料 为跑者暖心暖胃 为爱慕年菜 因为有米菜 爱你 这是第五届盲人环台为工艺而跑的活动 这次以为爱慕年菜为活动主轴 五千份年菜每份一千元为目标 希望能为六家的社福机构带来一个温暖的冬天 其中领跑的四丈跑友吴奇哲是花连玻璃人 能够为家乡尽心力感到特别开心 谢谢大家的力量 我本身也是花连人 所以要替自己花连做一点事 虽然看不到 这一点小事还可以 谢谢 我们今天第十天 但是我的感觉好像是第一天 怎么说呢怎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步每一次脚踩的地都是有很多的钻石 太多的钻石 所以我每一天事实上我都把它当作是第一天 因为只有第一天的热情要持续到最后一天 谢谢大家 去让马拉松好手吴春成 古奇哲领跑 并有多名陪跑员 每天都要跑超过40公里 跑友们不为低温 一路坚持跑下去来响应活动 一路第十天最好的一餐 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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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 对 那这样吃完 现在明天就不用跑了吗 等一下吃完 等一下要拜托 跟我们明昌加油 继续北上 好谢谢谢谢 江湖表示 路跑将帮助正在进行的弱势家庭年菜募集活动顺利达标 让花林地区1710个受住家庭都有丰盛年菜以及年货 好过年 记者高双双一里镇采访报道